上十几八十年代 香港TVB的射调英雄传 引起了内地50家城市电视台集体出资 这部电视剧当时以110万的天价引进内地 它是在内地播放的第一部香港古装无侠剧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部剧中的龙道阵容竟然隐藏着这么多的明星大咖 吴梦达在剧中饰演阴险狡诈的丐帮彭长老 高雄饰演完颜洪烈身边一个武功高响的侍卫 家丁和士兵更是明星大咖云集最多的地方 吴振宇先是扮演的一个门卫 接着又饰演买烧饼的小贩 烧饼又当了一回丐帮弟子 欧阳正华先是扮演了一名家庭 接着又饰演了一名被达书猛奏的丐帮弟子 还又扮演宋兵从墓地周星驰 最终还有几句嚣张的台词 黄道前大人给暗插了 我都没还你你们 还在这讨价还价 天有眼啊 你说什么 估计这两句台词信也可能练了好几天了 后来又在第十一席又扮演一个小贩 这次一句台词也没有 直接被梅超峰一掌拍死 鲁玉在访谈中也提到刘佳麟在八三版射雕的表现 找到一段 应该是你还在演员训练班的时候 跑龙套的一小段镜头 哇那是什么 射雕英雄转 来我们看看射雕英雄转 副马也醒了 谁又能想到 这群不起眼的龙套演员居然在日后 撑起了香港影视的半壁江山 在还没有正式开拍八三版射雕之前 香港电视台想听听观众对 七六甲式版的射雕英雄转的看法 还专门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 想看看观众对重新拍摄射雕故事时 这次还是反对 调查结果令人惊喜 赞成从拍的人超过百分之息时 于是台里请来王金的父亲 王天林来当导演 还有鬼在导演之称的许克出谋画色 有四大猜子之称的李光编剧 武术设计和指导有想象力丰富的程晓东负责 还有武侠变大师杜西风等 众多影视界顶尖人物鼎力相助 为了让男主角和七六版有所区别 剧组选定黄日华饰演郭敬 穆念兹和央康两个角色 同样也都进行精挑细选 然而选来选去却始终选不出俊俏林洞 古林精怪的黄荣 为了选出符合原著中的黄荣一笑 剧组煞费苦心 靠时一个多月时间 专门举办了一场理想黄荣试镜寒选活动 一千多名家里蜂拥而至 经过层层筛选 直到翁美玲换上戏服 先先玉手折一只柳条 一个晶莹的色空翻落在金庸面前 双手做抱拳收到 桃花刀刀主制女黄荣参见金大侠时 翁美玲的表现得到作者金庸钦点 但观众对黄荣这个角色到底演得好不好 认不认可翁美玲 王天林心里也没谱 所以决定边拍边播 他将电视剧分成三个部分 便彻底掀起收拾狂潮 翁美玲反而成为大家最喜爱的人物 为了完美体现塑造黄荣这个角色 针对黄荣的性格爱好 剧组还专门为他个人设计了戏服 粉子蓝黄等十多套定制戏服 与其他各个射雕黄荣版人物相比 唯独83版黄荣的戏服 与人物性格最为贴切 当时人员不仅可以让戏服给角色增色 还可以当作特效使用 眉烧凤菜是初九阴白骨着实 这个看似阴森恐怖的场景 可能算是最早的特效服 然而今用小说的场景 是围绕蒙古草原发生的故事 但令人撑起的是 所有的外景拍摄都是在香港大雨上完成的 剧组人员搭蒙古包 搭样卷 买山羊 这才有了天苍苍也茫茫 风吹草地线牛羊的草原镜像 剧中白雪矮矮的冬天 也是机器造雪及喷洒出来的效果 如果没办法实现的便用布景来代替 这才有了大漠苍苍的景象 为了拍好剧中打戏 黄日华实验郭靖经常被打狗棒打 实验杨康的苗小伟 甚至差一点被一棒死瞎眼镜 打出旺在温美玲手上 成了剧组的第一杀戏 犹如文 珍妮联手演唱的主题曲更是经典 熟悉的旋律心乎每一个人都会哼唱两句 那时还掀起了一轮学习粤语的热潮 伴随着八三版射雕热播之后 剧中的老中青三代男演员 且都有所成就 而女演员已逐渐淡出一幕 而最让人心痛惋惜的蒙美玲 生命永远定格才26岁 这一生静哥哥 如果可以时光倒流 如果可以让青春重燃 蒙美玲的芳华早逝 也让八三版射雕英雄传彻底成为孤良绝唱